以後的話興建也是由市府這邊來興建了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整個都市設計審議的時候 事實上有像都市街要這樣子占你工展嗎 的程序嗎 有沒有 各位相信大家好 這邊補充說明要都市設計審議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像剛剛陳如社會局所說 其實我們現在規劃設計都還沒有招標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對於出入口建築物的位置 其實都是還沒有一個定案的方向 那基本上我們當然會對這個地方有些願景 那這部分的法官的部分 其實第一階段就是經過我們都市設計審議 那都市設計審議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廠商 然後經由掛建到我們的都市法案局 然後我們會先經過幹事會 然後先做個法令的初步檢視 是不是都符合法令 像早上有提到說基本的建築法 都市計畫法這些 該退縮 該留設 譬如說一公一小時的 公正日照權 這部分都會在幹事會的時候 先對於法令做個基本的檢視 然後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當法令都已經檢視完 剩下所謂的都市警官 還有內部空間 好或壞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留到委員會 然後去做 讓各委員來做一個討論 那當然在幹事會 委員會階段都會發給黨地的里長 那里長也可以轉身給各位居民來參加 那基本上的話 像我剛剛所說第一階段法令檢視的部分 可能就是對於太內太細節警官的部分 可能不會有太多的琢磨 那到委員會的時候 因為各委員各有各像交通警官的部分的專場 到那個部分的時候 可能就會看得出來 整個風貌上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一邊先做補充說明 以上報告 那我現在說一句話 讚 外面回來 開了好幾智慧 答案就是你所講的 那不曉得說在座相信還有誰要提問的 好 時間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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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